先回答一下这个学员的问题吧 那有学员问这个为什么 就是三五互联 三五互联涨得好 对吧 然后是这个高乐股份涨得差 其实我觉得这是你的 你可能是你看了一个短期的走势 高乐对吧 他也是这个就是等于说跨界嘛 从这个原先的这个就是 说在线教育的对吧 说玩具的 然后进入到这个就是固态电池这个领域 就见共产 但人家是这个地方就开始涨的 你看一下 整个涨幅已经翻倍了 已经翻倍了对吧 低点到高点都翻倍了 涨的不少的 然后你看看这个三五互联 三五互联是最近这一轮涨起来的 对吧 最近涨起来的 那如果你按照这个事也差不多就是翻倍 实际上大家的涨幅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的 这涨幅对吧 不存在谁涨的多 谁涨的少 所以呢 你只是你自己的错觉 因为从短线来讲 是三五互联涨的多 对吧 那你整个来看的话 是一样一样的啊 所以不存在这个问题 你自己去看一下就知道了 所以不要认为什么啊 是什么原因啊 没有什么原因啊 原因就是一个是先涨的 一个是这个后涨的呀 对吧 还有那个就是关于其安性跟这个阿拉丁对吧 其安性呢 我说一下 其安性本身属于这个安全自助可控 也就是王国安全对吧 然后也是最近的数字经济 那其安性毫无疑问 它已经从底部走出来了 对吧 已经从底部走出来 那如果你看一下 我们先不看日线 如果你看一下它的这个周线的话 就很明确 对吧 周线的MACD已经上到临总上方来了 所以它肯定是走出来了 这个低点 然后走上来了 然后月线也是一样 月线的MACD也是已经金叉了 所以整体来讲 其安性的趋势呢 应该是就是 这个地方应该就是底部了 对吧 后面就是看它怎么往上走了 短期里面呢 你就要等那个年报啊 相信的就是 怎么说就是 每年的四季度 因为它大部分的单子都是来自于政府的单子 就是它的这个 就是客户对吧 大部分都是跟政府这个客户为主的啊 就是企业客户相对少 政府的客户相对比较多 那 跟政府做生意嘛 大家都知道对吧 那可能就是前面都是投入了 最后年底收款 所以它每一年的年底大家可以看 基本上都是有这个盈利的 就四季度 那么今年还是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从今年的前三季度上来讲呢 它虽然是亏损 但是它的亏损是减少的 对吧 相比说这个上一年度是减少的 那么现在这个净利润的亏损 就是前三季度净利润的亏损是十一个亿 对吧 我们就要看它的这个四季度 那如果今天四季度的净利润能够 这个拿到十个亿左右 那基本上就是扭亏为盈了 对吧 或者说是扭亏了至少 所以这个呢 可能还是一个四季度的一些看点啊 如果一旦出现这种情况 那我觉得前行不排除在这个春节后可能会有加速 这个呢 可能这个股票就是已经摆脱底部了 对吧 然后呢 从日线上来讲呢 这个有点像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日线啊 日线的这个结构啊 这个有点像一个杯子吧 对吧 这有点像一个杯子吧 然后 这个地方你可以画 这个就是杯子的盐嘛 对吧 杯盐嘛 那这个地方像一个杯的饼 就像这个饼 这个饼还没做完 然后一旦突破这个杯饼 就是这个杯饼向上突破 那么就是 嗯 下一个目标就是在这个地方 就等于你可以画一个 这是一个半径嘛 然后上面是一个有个直径 所以 那么基本上就是要向这个缺口去冲了 对吧 所以从这个 呃 技术图形上来讲呢 嗯 已经是向上突破叙事的一个结构了 啊 啊 所以先行的 呃 本身它也处在一个数字 呃 经济的这个 大的板块当中啊 所以 今年先行的走势应该值得期待 好吧 然后说一下那个 呃 阿拉丁 阿拉丁呢 趋势没有改变 阿拉丁现在还是下降趋势 为什么呢 大家可以这个 我我画完阿拉丁给大家看一下大盘 大家就知道 阿拉丁的整体的这个下降趋势还没有改变 嗯 就它的下降趋势还没改变 对吧 不管是你这样画 还是说 这样画 都可以了 对吧 它等等于现在还是在一个下降的趋势当中 啊 还是在一个下降的趋势当中 那么这个下降的趋势的目前没有 没还没有被突破 没有被突破 嗯 就不能够我认为 呃 阿拉丁可能会有一个 呃更好的 就是 上涨 还有一个呢 就是从最近的成交量上来看啊 很明显阿拉丁的这个成交量太小了啊 太小了 那么什么时候等到突破了 这个下降趋势线啊 我们再来讲 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 我一直给大家讲的对吧 就是一个股票的 呃就是能不能就是摆脱底部形成 一个短期的趋势或者说是中长线的趋势开始走好 除了五六均线以外 还有上方两根 一根是年线 一根是半年线 对吧 这两根线也是很重要的 这两根线得站上 那这个股票才会摆脱底部 然后你看下它的周线 你看它的月线你就知道了 对吧 周线还是处在一个驻底的过程当中 然后它的月线啊 它的月线啊 MACD都没有进场 所以至少等MACD进场了 它的这个就是月线的趋势才会更好一点 或者说月线才会走出一个上升的趋势吧 所以短期来讲我觉得阿拉丁可能 可能还没具备说摆脱这个就是摆脱下降趋势的这种情况 然后呢 最近底部的这种小阳线更多的像是反正就是补涨或者说是修复 什么时候等你看到再次的放量 对吧 因为成交量是很关键的 你再次的放量它才有这种启动的信号 好吧 那么当然这个 个股的基本面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但它现在的问题就是它需要有一个比较好的就是上涨的板块的带动 而并不是完全靠它自己个股 当然还需要看一下年报 对吧 那年报如果说非常的好 这个比如说年报的证数能达到20%多的话 那么 从它现在的这个整体的估值上来讲 是明明的就是站在这个今年的角度上来讲 那修复是没什么问题的 所以从股价层面上来看 技术层面上来看 现在还不具备上攻的条件 然后 其他的基本面之类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好吗 这两个股票是不太一样的 就是 但是 嗯 节奏 结构上 这个 都不一样 啊 你看监信是明显的 这个 就是 已经脱离第一步了 对吧 而且最近的成交量是很明显的 比较大 好 好 嗯 嗯 有个事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 昨天呢 正好 我去 昨天去电视台录了一档节目啊 就是关于有看头的 呃 睡末的分享啊 那么 播放的时间可能要到 周六吧 本周六才播放啊 嗯 嗯 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呢 也可以去有看多的APP 或者说 他好像也有电视的就是 电视的播放应该在周六吧 对吧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啊 那么 我简单说一下这个中心思想啊 就是 嗯 我觉得明年反正跟大家讲过的是一个修复之年 大家对指数呢 不要有太大的期待 但我比较看好的是科创 看好科创看好数字经济家 然后看好的是新能源赛道当中的一些新技术啊 所谓新技术就这些 大家可以看 今天涨的最好的就是它 当然今天的上涨 基本上就是 嗯 反正 我在这个做录制节目的时候用了 这个四个字嘛 叫动炉脱兔 今年是就是马上过过完春节就兔年了 对吧 那兔年的特色就是动炉脱兔 什么意思 你会发现从开年到现在 一个板块的上涨 就是一个板块的上涨 往往都是爆发式的 就当天的涨幅非常的大 昨天的白酒 今天的这个 呃 这个PoE的胶膜 HJT电视 抗电视 都是涨幅超过5%的 对吧 就是一个板块的上涨 你会发现当日的涨幅都非常大 然后隔天就基本没洗了 隔天 基本上就是换一个东西来搞 那这就是动炉脱兔 就动的时候它很厉害 对吧 然后动完了以后 它休息 休息一段时间 那么 这个是 呃 可能 就是性能源赛道 我能够看好的 其他的 什么金融车啊 这种 光谱啊 都不太看好 都 因为本身跌的多了嘛 那你反弹一下很正常 对吧 呃 地产我不看好 啊 不看好 昨天地产有利好 对吧 但是地产板块个股 其实走的很差 地产本身 但相关联的是什么 涨得好呢 就地产这个产业链 所以你们可以在周六的时候 看一下我的这个回放 那我我认为地产里面 会涨的比较好的 就是家居建材啊 包括一些物业啊 这个是有机会的 但是呢 它属于一个 呃怎么说 它属于一个配角 它不是一个主角 对吧 板块肯定是有主角 跟配角之分的 所以呢 我就没有重点说 只是说把细分的 呃 讲了一下 然后 消费这块也是 呃 重点说了 短线规避这个 嗯 旅游啊 酒店啊这些 对吧 就是大家 一致性为我们的这个 大家都是在谈消费嘛 就明年消 这个 这个 现在是这个 消费复苏 对吧 然后要打理促进消费 结果你看 你们可以看一下 我说旅游的时候 对吧 就是在这个顶上说的 我说 要小心了 呃这个 酒店也是一样的 对吧 我跟大家讲了 那么 当然你说这个东西早一天晚一天 你一定是在最高点讲的 不现实 对吧 可能就是一个顶不去的时候 跟大家讲了就行了 因为为什么呢 其实所有的预期都打得非常满 那当 就是 就有点像叫做 其实你做一个 题材也好 你做一个板块也好 对吧 一般都是这样的 就是买入的时候 是买入预期 然后卖出的时候 其实就是兑现预期 当你的预期都已经打得非常满了 那你就要兑现预期了 对吧 所以这个呢 就是 这个情况就这样 然后 不出意外的话 酿酒后面也会补跌的 我认为酿酒办法后面也会补跌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食品饮料 食品饮料呢 可能就是要做一些高低情况 高低情况 所以 春节前可能 这些方向还能够反反复复吧 但是春节后 我不太看好消费 我先说一下 春节后 我不太看好消费 我认为很多的预期 都会在春节前打得比较满 反而是在春节后 消费不见得是最好的方向 对吧 这个呢就是 嗯 也说了 但是我们课程之前也讲了 然后 嗯 再有的一些细分方向 就明年比如说消费的细分方向 有可能就位置比较低的医美啊 这些东西 然后说一下医药 医药呢 因为这波 涨的比较多的都是跟新冠相关的 对吧 那新冠后期 其实就是创新药了 所以大家都在研发这种创新药嘛 所以新冠后期 那就是创新药 还有呢就是 后面有政策配套的一些叫做医疗新基建 就这两块 对吧 创新药肯定是离不开CXO 对吧 还有一些就是 在这里正好讲一下 就是讲一下那个叫自肥生物 讲一下自肥生物 自肥生物最近底部走的还行 那自肥生物呢 一方面呢 今年的角度是它自己在研的 这个就是疫苗啊 那这些东西可能今年会放量 今年会放量 那么如果按照 今年这个自己在研疫苗的这个放量的 放量的情况下来讲 就是可能全年的 我说的今年啊 不是去年啊 就是今年已经2023年了 对吧 我们现在看到年报是去年 那么整体的这个就是 站在今年的角度上来讲 这个自肥生物的估值 大概可能只有八倍 但你要知道八倍 最终八倍的估值 但是如果按照正常给自肥 肯定能给个二十倍 对吧 那么就机构给了一个翻倍的预期 自肥的翻倍预期 那我觉得可能位置比较低嘛 这个倒是值得看看啊 这股票值得看看 你们先不说翻倍吧 那我觉得站在今年的角度上来讲 搞个百分之五十 应该是有可能的啊 所以自肥这块值得值得去看啊 值得去看啊 毕竟是千一世纪的公司 然后也是这个生物疫苗行业的龙头 对吧 以前的龙头 所以这是一个 然后呢 昨天包括耀明康德啊 康龙发城啊 这些 这个CXO CRO的这个企业 昨天上那也比较好 那也是跟机构的一些研发有关系 因为机构 认为今年啊整个的 创新药国内的资本 开始不会缩减 原因就在于说 第一个政府会加大对于新冠特效药的研发投入 对吧 第二个呢 各个就是这些CXO的这些企业在本身 包括在海外的订单啊 海外的这个资本开支 就创新药的资本开支 其实也没有看到明显的萎缩 所以呢 他们就是这一类的 比如说耀明康德啊 康龙发城啊 对吧 这些凯莱因啊 这些头部型的公司呢 可能今年的日子会比之前预计的要好 或者说他们本身的这个业务占比 不会有明显的萎缩 甚至国内可能还会强化一下这个创新药的研发 所以呢 这也是最近他们做修复的一个很大的动力 我们站在医药板块的细分上来讲呢 我个人也是看好类似于想 创新药这些企业 对吧 然后呢 就跟创新药相关的CXO企业 还有就是类似于想自肥社会这种跌的比较多 但是呢 今年可能他本身自研的疫苗会放量 而导致的这个估值修复 好吧 就跟大家说一下 另外呢 就类似于想AH股有联动的 然后确实是大家公认的 不管是在港股市场 还是在国内大家公认的这种创新药的龙头 创新药的龙头呢 比如说举个例子 叫农昌生物 那这就是创新药的龙头 那这个是业内公认的 这不是我说的 就这个就是什么叫基本面 基本面就是你这家企业 大家都认可 大家都认为你是个非常好的公司 对吧 那么像龙昌就是属于 龙昌在港股也有的 港股也有的 那么这就是一些创新药的龙头型的公司 如果说创新药的龙头型公司能够本身就是在医药板块当中 比如说创新药的板块它本身是明年处在一个修复或者说是有这个大家要看好的机构做一些看好预期配置的话 那么这种龙头型的公司是逃不掉的 那是逃不掉的 好吧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刚刚说回那个指数对吧 指数 这有点乱了 弄掉了 我给大家一起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波指数的反弹有点超预期 为什么超预期 我先说这波指数的反弹超预期在于什么呢 就是其实技术派对吧 之所以为什么当时的时候讲就是3100多点 其实技术派看的是什么呢 就是王金峰割线 因为他的这波反弹超过了0.618 那这就属于偏强式反弹 因为0.618的位置就在3150 对吧 3150点这个区间 然后呢 正常50位就是3130点 所以之前我们一直讲3130多点 对吧 这现在就超预期了 超预期的很大的动力是来自于这两天的北向 北向之近 那么然后呢 当然还有就是赛道本身嘛 就包括创业版这个涨了非常的多 跟宁德时代之类的有关系 一方面是乘用车对吧 乘用车的整个的11月12月的数据出来后 有望这个Police行高 Police行高 那么再加上其实他们就是跌的比较多了 然后市场呢正好又赶上一个叫做 题材情绪退场 那么没有东西顶上来 那就是板块轮动 那当然去炒新能源 那个时候呢 本身新联赛道的机构仓位现在还是很重 对吧 那就拉抬一下自己的仓位 就没什么问题 然后说一下 刚刚我们说的就是反弹 其实就是指数略有超预期 但是呢指数的超预期没有 因为他本身并没有摆脱下降趋势线 大家看到没有 就他本身没有摆脱下降趋势线 那么既然他没有摆脱这根下降趋势线 就没有摆脱下降趋势线 我们依然把它当做是一个反弹 就只能把它当做一个反弹 而且大家也看得很清楚 从最近的成交量上来看 跟这里的成交量还是不能比的 对吧 好那回过头来讲 今天虽然是新能源赛道 新能源赛道涨了两天了 整个新能源赛道就涨了两天 昨天是白酒涨 但是昨天的这个POE的这个胶膜也是涨的 对吧 也涨了两天 今天只是加速了 跳空加速 那么一般跳空加速加放量 一般跳空加速加放量都是短期的头部 因为你看今天的成交量就知道了 对吧 今天一个上午的成交量超过昨天全天 也就是说用力过猛了 就该动的都动了 那么皮胶膠啊 这个什么HGT电池啊 都这样的啊 放量加加跳空缺口 放量加跳空缺口 那么都是短期的一个可能高点吧 或者说是短期的一个高潮点 对吧 那么期后就是下周不是正就是调啊 不是正就是调 反正就是不是主动震荡就是主动这个回踩啊 就这个这种情况的分化是百分之一百的啊 分化是百分之一百的 那大家反正就知道这个情况就行了 对吧 至于什么的仪矿之类的就不考虑啊 我根本就不考虑 那储能纳电池也是一样的 但储能纳电池还好一点 也就是说他们走的更趋势一点对吧 走的更趋势一点啊 那说一下啊 关于新能源赛道啊 那新技术这一块肯定是好的 对吧 没问题的 就是电池 POE 胶膜 这个这个这个叫什么 呃 符合铜箔 对吧 就这个符合铜箔 这个符合铜箔 都是的 符合铜箔呢 昨天是 呃 沃格 和光电掌停今天要跌 大跌 对吧 然后就换着来 换着来 那么之前的龙头呢 就是那个叫 保铭 保铭科技 保铭 保铭反正今天上了一个强弱 这个 就短期强弱的这个线嘛 就是那么 保铭可能没加速之前吧 还能看看 他还能看看 像这种其实一旦加速 因为你看它很明显 你再往上走 它有可能是量价倍率 对吧 那么其实就是适合买 适合买 说一下新能源赛道的逻辑啊 逻辑其实不管是光辅还是储能 还是其他的 对吧 那么包括电池也是一样的 第一个是上 其实就是上游 上游的价格回落了嘛 我们就拿光辅来讲 嗯 硅硅硅硅硅片 电池片 对吧 价格的下降 就是降价了 结果呢就利好 整个下游 那么 然后传达到这个组件啊 然后传达到在下游的这个电厂 对吧 之前我们说的电厂 其实就是这个逻辑 那整个的逻辑就是降本真相 什么叫降本呢 就是成本下来了 对吧 整个的上游 因为之前成本高企嘛 对吧 所以导致下游 包括光辅啊 主能它就整个的装机 不能够有效的推进啊 就是装机的数量不能够有效的推进 那现在上游的成本下来了 那你的这个装机成本就能够很好的去推进了 对吧 所以站在今年的角度上来讲呢 也就是说这个降本真相的逻辑是比较清晰的 对吧 那么只是就是利好于下游啊 主要就是中下游吧 中游呢还不明显 主要就是下游 那么这是主要就是那比如说光辅的配套就是大储嘛 就是储能嘛 对吧 那至少是要配10%的大储 所以储能这一块就有点像这个走趋势呢 我在过去的课程当中也跟大家讲了 对吧 如果你也想做的 那就储能 你就围绕储能去做就行 就围绕储能去做 然后剩下的就是新技术 就是这些电磁膠啊 这些新技术 那么胶膜呢 今天有点像日内高潮了 那实际上很多股票就是不是说某 当然也有就是比较强势的对吧 但大部分的股票啊 我觉得大不大部分就是像今天涨停的很很多的票啊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红莲星科 这就是超跌的 超跌的 严重超跌 大家可以看 他就没什么弄 对吧 就没什么起来 然后 中方圣红 都是超跌的 对吧 这个之前也有EVA的做 对吧 然后 最近 这个 现在炒的这波是 PUE的胶膜 对吧 还有什么 露山新财 都属于超跌类型的 都属于超跌类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对吧 所以这种超跌的股票是蛮多的 蛮多的 然后最近有个新贵 就是那个叫 巨赛龙 巨赛龙呢 机构也给了眼报 对吧 这个 就是 看到51市值 看到51市值 当然这个东西 只能是后面跟随吧 因为它是吃辛苦 然后弹性比较好 如果 PUE这个胶膜 后面 能够有 更好的 这个就是板块有更好的上涨的话 那这个也可以考虑 只是 盘子太小了 不太适合大的资金 只能当做一个参考 只能当做一个参考 那剩下的都是原先的这些 对吧 包括什么 去年的冠军股 对吧 这个 绿抗升华 那这种没什么太大意思 就涨了五倍以上的 我基本上看都不看了 因为站在今年的角度上来讲 就 没有 太好的空间了 没有太好的空间 那今天反正就是这一类 这个也是个雌星股 对吧 顶记得 也是个雌星股 要不就超跌 要不就是偏赤子比较小的 对吧 这些弹性比较好的 你也涨不具浅 那 任何一个板块 我们说了 不管是胶膜 电池 干凡出现 就是 日内的这种高潮 第二天都走不出来 那昨天最明显的是什么 昨天就是白酒 尿酒 对吧 昨天尿酒 茅台 这个昨天都涨了 对吧 都是放量大涨的 往台 涨了 这个 十点几了 今天茅台就震荡 对吧 然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昨天涨停的 南州黄浩金 跌了百分之五点几 就是这个弹性调 实际上就是 白酒也是一样 白酒也是一样 反正就是昨天 大涨的整个的 白酒板块 对吧 昨天大涨4.79% 昨天大涨的今天基本上走不出来 那今天一样的 今天大涨的 这些 明天 就是不是明天 就是下周一基本上 也会主动的 退位 所以这类的个股吧 今天只有卖一点 没有买一点 那有人说 那今天涨停的 那涨停的 你有的话 那你也是套住的 对吧 之前套住的 除非你是那种 就痴心类的 对吧 或者说这个 这个不是 这个还算好一点 对吧 比如说你前面买的 那 反正 今天反正只有卖点 没有买点 然后 下周一也是卖点 对吧 就是卖点 去了牛强吧 那么 说一下这个 半导体板块 三大半导体 半导体板块今天是 不错表现 那半导体板块不错 那 再加上这个 赛道不错 所以客战50指数 今天是一个 表现比较好的 对吧 涨了1.72%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这个 还没有 在这里 这里还没有 嗯 反正就是 大概跟大家说一下吧 就是因为 嗯 半导体板块的 在客战里的 权重占比比较大 对吧 然后 嗯 再加上 呃 那些星雷亚赛道的 市值也不行 所以今天客战50 整体的 呃 走势是不错的 那客战板我已经 跟大家讲 讲过了对吧 我们在收屏啊 这些都跟大家讲了 后面我就是看好 要不进二推 要不进一推 反正就震大下上 对吧 就跟大家已经说的很清楚 然后大家也可以看看我 我昨天在电视台录制的节目 呃 也是明确说了 明年就是看好客战 明年就是看好客战 那客战因为分分类比较多嘛 你半导体也是客战 你数字经济也是客战 你创新要也是客战 但整体来讲 客战其实 明年的客战 什么意思呢 就是明年 就今年的客战 其实就是已经是牛市的第一阶段了 那这些板块都会轮动 对吧 有可能这个 今天长得比较好的是半导体 那明天可能又轮到软件 后天可能 这个星雷亚赛道也动一动 然后创新要直接弄一弄 对吧 然后再往下可能就是这个 那当然还有还有一个对吧 就是高端制造 就工业母机这一块 就是智能制造这一块也是一样 这个都是可以轮动的 那么大部分的我所涉及的这些轮动的板块 其实它都有科技含量 也就是说他们都属于在客战版里 是有一些可交易的品种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看好客战 当然你本身买了客创ETF的 那就我的建议就拿着拿着啊 继续拿着 好吧 呃 客创ETF反正之前买的 或者说跌下去又加仓的 呃 我觉得在今年的行情当中 都能够让你最终赚钱 因为 嗯 你实在选不来个股 就你实在是选不好个股 那你就手心买客创ETF 对吧 就是这几个吧 588 这个000 对吧 就类似这种的啊 都可以 588 呃 58090 客创ETF 一样的 反正就这种啊 那么呃 呃 客创是反正今年的重点 对吧 然后半导体的逻辑呢 呃我也说一下吧 这个 可能年课的学员都知道了 那非年课的我也讲一下 主要就是两篇小作文 第一篇小作文呢 就是说 嗯 本来预计的这个万一半导体补贴 对吧 可能会延后或者说会有部分取消 主要是 今年国内的经济压力比较大 对吧 政府也没有钱 第二个呢 是来自于 呃 来自于那个中芯国际的中芯国际呢 那据传中芯国际的12纳米芯片 嗯 已经开始量产了 那么其中一部分就是给华为做的全弹工啊 那么也就说 华为的麒麟芯片啊 有望回归市场 所以这次其实是一个蛮大的利好 蛮大的利好 只是市场没有没有做确认 对吧 当然现在我们的一些消息嘛 就总是哎 有的能说 有的不能说什么 就是搞的生生秘秘 那我觉得 嗯 我们反正是往好了里面去看 对吧 因为我之前也说了 嗯 扩内需实际上有个很重要的前提 就是国产替代 因为国产替代不就是扩内需吗 原先别人给你的 就像原先你是叫外卖的 现在不行了 你得自己买菜自己做饭了 对吧 但反正如果你能吃饱 没问题啊 对吧 目的都是一样 你叫外卖你也是为了填饱肚子呀 你自己烧饭不也是为了填饱肚子吗 就是结果只要是好的 那么这不就是扩内需了吗 对吧 本来是给别人的啊 就是别 本来你是拿来主意 是别人的东西拿来用 花钱吗 拿来用 那你现在自己搞 那自己搞的话 不就是扩内需吗 对吧 所以其实扩内需的范围是很广的 不 嗯 不要认为 一讲到扩内需就是消费 其实不是 消费是扩内需的其中一个部分啊 其中一个部分 那么这是 呃我觉得从半导体对吧 新材料 材料这块 后面都会有 在今年吧 都会有设计 呃 指数的年内的高低时间嘛 那正常来讲 科创板指数的加速应该是要到下半年 对吧 那 如果最后指数的加速 那一定是离不开半导体板块了 对吧 等到你看到半导体板块加速了 指数加速了 那么你就知道了 那么第一轮的 牛市的第一轮 可能就是一个加速点了 那么后面就是 一旦加速完了 涨不动了 那么你就可以适当的退等 对吧 就锁定一下今年的利润 好吧 那这是从 呃 半导体板块来讲 然后新能源 我也说一下 因为现在 整个市场的成交量嘛 今天的成交量 我估计也就八千亿 也就八千亿 八千亿左右的成交量 是不能让新能源赛道 能够有更好的秩序性的 所以转折点应该就在下周 下周我觉得新能源赛道是要 要跌的 那么另外呢 还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现在大家看到的情绪嘛 就是 嗯 情绪很差 对吧 啊 这情绪谷嘛 就很差啊 呃 反正就弹信票嘛 昨天的洛宇晨涨停 今天要跌停 对吧 然后蓝天信息 对吧 别被按下来 那安妮跌停 就反正就是现在 还是情绪的退潮期 那么 在我的认知里面 我觉得 这个 之前那波上涨 就是本周吧 应该这么说 本周应该是做提彩股 亏损面 比较大 或者说你做提彩股的最高 就是吃面的干率比较大 对吧 那反过来呢 这个赛道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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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跌的这个方向 还有呢 就是 呃 权重类的 相对来说好一点 对吧 就是他们反而是 接力开始补涨了 轮涨了 这个是 嗯 本周的特点 那么一般来讲啊 那除非是你后面能够有更多的增量 那么 就是能够让 呃 权重的品种能够走趋势 反过来就是你 只是说 轮涨 就是14板块的轮动 轮涨 还是存量 那么他们涨完 指数就要跌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情绪先跌 接下来就是指数跟情绪的共振下跌 所以下周 大家要小心 指数跟情绪的共振下跌 这两天 完全靠北向资金 今天一个上午北向资金流露了 46亿对吧 北向资金给撑着 那么 北向资金这块大家还要考虑的是 就是美国那块 对吧 昨天晚上美股又跌了 其实中概股更强一点 那么 现在来讲 美联储的加息预期还是在 对吧 所以包括美国的经济 今年的经济的衰退的预期也在 所以美股方面如果 继续转落的话 那A股会出现补跌的 就过年前它会有些补跌 只是我觉得因为 这波指数的反弹超预期了吗 就超预期了 对吧 所以接下来破山坚田的概率 基本上没有了 但是不代表说 这个缺口不补 这个缺口要补掉的 如果我没看错就下周 对吧 就是该来的那一下肯定会来 因为 这么多年看市场下来 从来没有说 就是 比如说情绪先退潮了 接下来我觉得市场肯定会出现一次回撤 只是谁先谁后的问题 对吧 那以前是有可能说 这个情绪最后顶在那里面退潮 然后呢 指数倒反而表现得不好 那最后是什么呢 就是 提财票补跌 对吧 然后市场见底 那么这一次可能是提财票 因为正好是赶上一个年报嘛 特别是像这个 英飞拓吧 对吧 公布年报的这种 这个大幅的亏损 导致说大家怕这个 年报前很多的提财口炒上去 因为业绩不好 对吧 就是年报的业绩不好 而导致说 会出现巨大的亏损 所以大家第一个不敢去做接力 第二个里面的资金 那有人先撤嘛 那肯定就是多米罗虎牌效应 所以就会造成踩踏 那这也是为什么说 最近提财的亏损比较厉害 然后提财这边打不上去 那自然而然 资金就会转向 就是 市场上的资金都是谁赢帮谁的 那自然就会转向 偏机构的赛道票 一方面他们 有补涨的需求 对吧 第二方面 很多股票跌的比较厉害 那么 机构加把利益 别向资金回来 那自然而然就能涨 对吧 好吧 那这个是从 呃 我自己的 呃 就是看法 就是自己对于市场的理解 所以我的结论就是 指数不要看他现在强 该有的回踩还会来的 啊 该有的回踩还会来 那当然包括科创办也是一样的 科创办也不是说天天涨 对吧 他也会跟着市场一样 比如今天涨了 那下周一回一回也可能 而且这个亏一回也很正常 对吧 所以我说了进而退一啊 进一退一啊 这种很正常的 那么 科创办这个 今天我估计能看一下500亿吧 能看一下500亿的这个 呃 成交量对吧 但能不能突破550亿不好说 呃 数字经济基本上是昨天是大的分期 今天是分期 延续 那么一般来讲最晚到下周 他肯定会有个修复 无非就是修复的强弱问题 对吧 就是数字经济 但安妮呢 今天实际上是一个上午 不断的跌停板有人敲 有人敲有人敲 对吧 后来还是封死跌停板 那么 看一下吧 对这个安妮封了一个多亿吧 对吧 一个多亿的这个 嗯 就是 金额 但关键是下午啊 下午要看一下 下午的安妮能不能再次被撬板 如果尾盘被打开 就跌停板被撬开的话 那下周的 下周的这个数字经济 嗯 概念应该是会有修复的 然后早上 有一个97软件 对吧 一度上板吧 板包上板 但是还是被炸掉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 说明今天的这个资金 它没有形成合理 就是资金回流没有形成合理 那只能说下午再看 只能说下午再看 但好几个了 就是我昨天点名的 对吧 像这种云顶啊 走的都不错的 云顶走的 走的不算差的 对吧 还有那个叫什么 数据港吧 对吧 数据港走的也不差 两根放量阳线 现在都是缩量的 那肯定没走啊 这里面资金怎么可能走了呢 没走呀 对吧 这也都走的不错 这种都能赚钱的 这肯定是能赚钱的品种 还有一个是 圣商达 对吧 这也以前的中军 圣商达 也还行吧 一样的道理还行 所以数字经济我看好 下周会有回流 那下午反正就大家观察一下 然后说一个票 对吧 说一个票 比较有人可能会问 那我说一下啊 贵花响应该是里面有资金是被套住 被套住的 有资金是被套住的 那么 贵花响 我估计到下周就会有资金来救 来救 因为那天做反报失败嘛 第二天直接就一次跌停开了 也没有成交 今天又是一次跌停开 所以这里面套了很多钱 他一定会有自救的 这会自救 那自救的那个点就在这里 就在这里 大概就是前面的那个 这个早停办的位置嘛 就前面那波突破的这个位置 那么这个是那个点大概在11块2毛5啊 2毛啊 11块3毛2 对吧 11块3毛2 那11块3毛2 也就是说 这个下周如果跌到这个位置 只要不跌停 跌到这个位置 那可以去做一个 就是潜伏吧 或者说做一个 如果有的话 对吧 那就摊低下成本 等他再拉回去的话 就 就是等他他这个反弹 或者说后面还会有涨停板反弹的话 那基本上亏损就能弥补回来 或者说能够 就是弥补大部分的亏损 对吧 这个就是我说一下 就大概这个位置 当然这个位置 那这个是需要你盯盘的 自己你去盯就好了 这个直接干掉三个跌停板的概率计小 计小 所以或者跌穿 哪怕跌穿他会收回来 对吧 那基本上也就是短线只跌了 又要出反弹了 这是从消费的角度来讲 反正本周就是大部分的题材票 就是负反馈比较厉害 对吧 就是高标的像这种 能乐之类的 对吧 就是都是一样的 能乐今天是有所奇闻 有所奇闻 反正就是那个 这个我们还有一个麦区尔嘛 对吧 麦区尔 那麦区尔也是一样的 估计到下周吧 就是下周一吧 应该就能够打开跌停了 我打开跌停 那么这个就是消费这块 麦区尔这个 就是 那个叫什么 贵发祥对吧 然后昨天是那个西安饮食 昨天是西安饮食 西安饮食 昨天因为有人去抢尾盘 所以这种抢尾盘 是最不好的 因为你抢尾盘就容易造成今天的抛压 对吧 反而把今天弄下去 所以这种 呃 抢尾盘肯定是不好 那反过来 今天反正就是 到昨天抢尾盘 今天没有跌穿的话 就没有跌穿的话 那西安饮食 大概率下周也要反弹 然后也会向上反弹 好吧 那么也就是说下周 正常来讲情绪这块会有所修复 或者说有一定的修复 那指数 呃 下周我是不看好的 那么还有个容量票 对啊 一直跟大家说的容量票 so 创 上 证券对吧 这个票呢 继续做做高跑低息吧 今天实际上也适合做一下高跑 啊 今天也适合做一下高跑 呃 因为 不排除 下周如果指数 嗯 再往下调的话 全场板块也有可能成压 那么 今天做一下高跑的话呢 嗯 到下周再吸回来啊 在下周再吸回来 好吧 那 啊 这个点是蛮重要的 这个就是 16块1毛这个点是蛮重要的 就是最好下周也不能被砸 砸砸砸砸砸砸砸的话 他就会相对走的弱一点啊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他涨的时候你要扔一下 你尽量把你的成本降低以后呢 你的 持股就不会老是在那个生死线上 对吧 因为你的成本低了 比如我的成本就15块 那我就能看一看 对吧 我就能够 就是看看一下 无所谓我再看一眼 对吧 这样的话呢 你的就是 持肠成本低 你的持肠的 这个 心态就会好很多啊 这个是 呃 首创政权啊 跟大家 说一下啊 那 今天还有一个任务要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 怎么能够去 嗯 潜伏啊 我说说说一个 这个 情况啊 就是 呃年报呢 它它是适合潜伏的 就是因为年报是代表过去嘛 就代表2022年 其实 真正好的是一季报啊 一季报 我们要用的就是净利润断层 那么到时候到时候到这个到时候再说啊 净利润断层很多人学过也有人可能没学过 那我们等到以后的课程再再讲 净利润断层好 为什么用在一季报呢 对吧 以前比如说最早我做这个也不最早就最开始 大家很多人知道我做净利润断层是 就是从这个票开始就安吉科技开始 以前好好好早就用了 但是大部分人认识我 知道净利润断层是从这里开始的 就当时安吉科技的净利润断层 就拉了一个掌听板 跳红掌听板 然后就涨到这里 这里实际上是500块 加的是500块 因为这里已经这个出货权了 对吧 出货权了 那500块看到吧 对吧 我付下全就500块了 当时就是这一步 那么这个反正等到一季报吧 因为一季报代表这是今年 因为你一季报如果说有业绩的超预期 大家都会有想象力 对吧 有想象力 实际大家可以看一下吗 今天不是有一个那个艾比生吗 对吧 艾比生其实三季报就很好的 他三季报就超过一波 我们不 我自己也参与了一下 就那次对吧 就在这个地方参与了一下 我自己也参与了一下 那 呃 对 呃 然后 就是 因为三季报业绩比较好 所以整整体来说他的年报也很好 对吧 年报昨天公告业绩大幅预证出现了一个调控 出现了一个调控 出现了调控 那么年报呢实际上就适合潜伏 那怎么潜伏呢 首先 呃 呃 我的软件反正大家都知道 呃 呃 反正就怎么用我就跟大家说一下啊 就点一下发现 点一下发现 呃 发现里面呢就是财报数据点一下 嗯 嗯 然后点一下财报披露时间啊 这就是财报披露时间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就是财报披露的时间 那么一般来讲呢就是越早 时间越早 对吧 因为越能够 呃 两两个吗 就是啊如果说你没你没有这个 你到东方财富上去也有的 东方财富网都有这个财报披露时间 或者你的券商啊 你你你所在的券商的这个交易软件里面 应该都会有就财报披露时间 你尽量往找 那之前不是公告了一家金山江吗 对吧 是不是金山江 金山江我之前还说了吗 呃 可以去DC一把那DC一把就能够做个套利 这两天就能做个套利 那就是但是他就越早越好 就你要去潜伏这些品种是越早越好的 啊就是你一个一个翻 就是往下他不是公告一披露时间的吗 你就一个一个翻对吧 像其实就洗霸这个就是可以啊 洗霸涨了虽然今天涨了对吧 呃 那为什么呢 因为洗霸今年前三季度的业绩还可以 正常来讲 今年到年报的话他也还行 所以呢你就可以潜伏 为什么潜伏呢 就是 这个F4吧 他的业绩今年没什么问题的 对吧 整个的业绩 这个财务分析你可以看一下啊 没没啥问题 那净利润 然后主要是净利润的这个Q 这个扣非的 这个净利润啊 净利润增长的这个比例 对吧 相比去年都都是没问题的 也就今年肯定是赚钱的 有这样的话他位置比较低呢 在公告之前 他就有可能会上涨啊 就你就是做一个套利啊 就是做套利 像这个 最近的那个能辉对吧 能辉最好有赶上新能源赛道啊 最好赶上新能源赛道 所以也涨 一般呢就是要往前找 就找找这个 呃 公告越前的越好 就是就是怎么说就是 越靠前的 对吧 你自己去一家一家要翻的 你你去看一下他的三 前三季度的业绩 然后有的是会有些机构的预测啊 今年的财报怎么样 对吧都有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考虑了啊 就可以考虑了 那像这种看一下 啊 位置都很低对吧 位置都很低 那今年整体来讲 应该不会太差 因为去年他是这个第四季度是 亏了很多嘛 对吧那今年应该还行 有像这种的 然后也属于这种 嗯 嗯 偏这种 地产类的对吧 位置又比较低的 那有可能 这个有个不涨的啊 因为毕竟看前面 就是就有点像这种 有走腰的这种情况 对吧 那 适当的去做一些潜伏就行了啊 这个缩量阴陷的时候 做一些潜伏 那主要就是看那个 呃 业绩啊 主要就是看业绩 比如说想要我举个例子 像森美 森美是属于半导体板块的 位置比较低 对吧 位置是不是比较低啊 那么 你大家看一下业绩 今年的业绩还是非常不错的 对吧 那正常来讲 四季度没什么问题 然后你看一下 F10 嗯 F10 看一下图文的F10 图文的F10 那首先看一下 这个机构的益力预测 对吧 这是研报评级 那机构的益力预测就是 这是22年 23年 20年 整体都是向上的啊 都是向上的 然后 还有呢 就是 就是机构有18家机构对上海 盛美上海2020业绩做的预测 对吧 大概的这个预测 今年也是 就是业绩往上的啊 好 那然后看一下这个财务的分析 财务的分析啊 主要看几个方面嘛 第一个就是 销售的毛利率啊 销售的毛利率 那毛利率都还行 比去年都好 对吧 那说明它的毛利率在增增增增加的 第二个呢就是看这个 呃 这个叫做扣飞的净利润同比增长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整个半年报 呃 这个三季报 扣飞的扣飞的这个净利润增长 都是非常不错的 对吧 然后呢 呃 就是 整体的业绩对吧 就是这个前前三季度的整体的业绩啊 基本上都是 就是 就是 净利润都是增长的啊 这是净利润 对吧 前一季度都是增长的 那 可以相信说 今年还是不错的啊 就是 整个还是不错 然后再看一下它的 呃 股东 股东研究 啊 第一个看什么呢 看股东人数 那股东人数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对吧 说明就是 呃 呃还是减少了一些一些的 那说明里面都是一些机构啊 都是一些机构啊 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也就是说机构的持上相对稳定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机构持股是一千多万股对吧 呃 跟上期变动也就五万股那就忽略不计 基本都是 嗯 还行的吧 就是 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增减啊 筹码相对稳定啊 筹码相对稳定 对吧 基本就是 投资基金这些都都比较稳定的 是大流通股东啊 都都比较稳定 然后再看一下它的经营啊 经营 经营呢 就是 主要看它的客户构成啊 主要看它的客户构成 那大家看一下 前五名客户 营业收入表 那前五名的占比是百分之六十二 六十二点九七 对吧 那还有百分之三十几是非前五名的 那么说明什么呢 说明就是 呃 它的这个 就是客户还是相对分散的 不会因为某一个客户出了问题 就像例如像苹果 把那个力讯的单子砍掉了 那就力讯直接又搞到跌停去了 对吧 那一般不会说 受太大的某一单一客户的营业 对吧 然后呢 再看一下前五名的供应商采购表 那一般来讲呢 你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比如说你的第一个供应商 第二个供应商的占比很大 那万一这些供应商说我要提价了 会不会怎么样了 那你就很被动 就造成什么呢 就是你自己的成本会高去不下 那它现在很清晰的是 前五大供应商 对吧 就前五嘛 前五名就 就占比很小 然后其他 其他就这里 其他占了72.91% 也就什么呢 它不会受制于单一供应商的采购成本 而导致这个公司的这个整体的产品 会出现价格上的波动 对吧 那这里也为它的整体的这个毛利率 跟经历的这个稳定啊 创造了比较好的环境啊 主要就是看这些东西啊 主要就是看这些东西 如果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呢 呃 我们也期待说 比如说 半导体板块后面会有修复 对吧 那 那么 嗯 同时它也预告了嘛 就是大家看一下 年报预告 业绩是大幅上升的 那么这个就适合潜伏了 对吧 你潜伏进去 等它 2月25号公告公布年报 如果 可也有可能会有些超预期 那有可能会出现大幅的高开 那大幅的高开 只要不涨停就扔掉 那这个就是潜伏 潜伏的这个魅力啊 潜伏的魅力 就潜伏年报 好吧 这就是 怎么去做这些潜伏年报 如果你没有这个 财报披露时间呢 你就去看 这个东方财富网 这上面都有排序的 就尽量找靠前的 因为一般来讲 在我们的认知里面 就是 越靠前 就是 怎么说就是 财报越靠前的 越不容易财雷 财报越靠后的 越容易财雷 就时间啊 就是欲披露的时间 越靠后的 越容易财雷 越靠前的 越不容易财雷 好吧 那这个 今天 这个周末 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就 怎么这么多 越来越来的